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法莫斯书》里面所出的一句话 我认为也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人 所当要坚持和追求的 上帝的公义 上帝的公平 他是希望 上帝是希望 在我们血肉之躯 有生之年呈现出来的 好 什么是政治呢 同志说 正者正也 孙中山也说 正者众人之事 这句话应该大家都听得比较多 众人之事 智者管理之事 所谓政治呢 就是管理众人之事 政治呢 就是以合理的制度 管理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是我们从我们所理解的华文 或者是中国人曾经讲过的 好 我有部分线上的朋友 或者是弟兄姊妹呢 应该有看到 我昨天发出来的一个海报 我稍微解释一下 其实大家看到背面 这个海报的底 底是有弹出的两个人 一个是希特拉 一个是拿破仑 我估计 这些问题也是我们应当 也可以去思考的 那就是 西方 不是基督信仰的国度吗 怎么出了两位 厉害的人物呢 我们先不谈他们对历史的影响 反正出了两个厉害的人物 然后呢 这个海报里面呢 下面说 从马基为理的君王论 到霍布斯的利维坦 这个是西方政治思想一抹相承的 那我要问 除了他们两位之外 其实当然还有其他了 奥古斯丁 他写一本书 上帝之城 那又应该如何定位呢 今天呢 我希望可以借这一个 这张图呢 开始我们的一些分享 那就是说 清教徒如何顺服利维坦 这个我都会慢慢解释的 假设大家不知道 谁是马基为理 谁是霍布斯 谁什么是君王论 什么是利维坦 所以呢 我从三本书给大家开始做一个简单的 不是学术性的一些概论 第一是马基为理 西方假设你要进政治学 这个人你是捞不开的 他不是经教徒 他是意大利人 马基为理 马基阿威利 他是一个政治学家 哲学家 历史家 外交官 他是西方文艺互兴的时候 重要的人物 近代政治学之父 他写了好多书 最出名的一本是君王论 假设你们孩子是在西方受教育的 估计也可能读过这一本书 一本不是很大的书 很薄的 很薄薄的一本小书 君王论 The Prince 里面呢 其实就是提出一些现实主义 我们知道阿里帕拉图呢 写过一本书 理想国 现在马基维里不讲理想 他是讲现实 现实如何保持政权的理论 他对人性本恶 跟我们中国的寻止是相同的 人性本恶 在技巧 素 方面的观点呢 那也是跟我们中国的韩非子 合的 他强调的呢 就是 维持稳定政权 君子 君主啊 不是君子啊 君主 在公众事上 必须保持 完美的民生 假设你是烂人一个 你就肯定很难维持你的政权 可是他也说 君主应该把良善和邪恶 作为一种手段 而不是目标的本身 就是说 结果 重于手段 and justify the means 你或许会用一些 卑劣的手段 可是你最终达到好的结果 你呢 就需要妥善平衡 良善与邪恶 那这个是马基维里的一些理论 而对后面西方世界呢 影响是很大的 国家政治呢 并不是不道德 而是非道德 或者是去道德 Politic is non-moral 是不应该把道德参战里面的 君主呢 要避开 所谓人民的正义 仁慈 节制 和爱 可是呢 他也不是一边倒 他也说 却要不能使用残忍 暴力 恐惧 和欺骗 他认为 道德是需要的 可是只是个人 而不是政治 不是众人之事 最好的君王呢 就是既被爱 又被惧怕 这个是最理想的君王 这个就 当然我今天不是学术论述 我不会经得很细啊 只是把他卧要提出来 另外马基维里也写了另外一本书 叫做Discourse on Livi 就是论李维啊 他里面讲的呢 就是共和主义的思想理论 就好像如何成立 共和制架构 如何对权力制衡 分立的好处 而这个论李维呢 就影响了法国的卢书 他的明月论 那记住马基维里 就是我海报里面讲的 从马基维里的君王论 哎 怎么样做一个君王 怎么样保持权力 怎么样去道德 怎么样达到结果 可是 最后一定要人民对你又爱又怕 另外一个人呢 到英国了 他写了本书叫Utopia 我没包括在海报里面 因为他有影响 可是并不如马基维里 我后面讲的 或不是 Thomas Moore 是爵士啊 也被天主教封为圣人 他是个政治家 也是个人文主义的作家 艺术家 他写了一本书 Utopia Utopang 什么意思呢 就是没有的 不存在的 一个理想地方 好地方 一个理想国 是虚构的 那里呢 就没有纠纷 自美的 可是他这种想法呢 他说没有 可是他又对后来 社会主义的发展 出了很大的影响 因为他始终是个 虔诚的天主教徒 而且呢 他也是亨利巴斯 就是英国改教的 托里罗马的皇帝啊 他位置大法官的 当亨利巴斯 与教王 教廷分裂之后 Thomas Moore 他就进入困境 而亨利就要他去大法院 宣告 宣读 他的离婚是合法的 然后呢 国王呢 就是国教的领袖 这个呢 就碰了 Thomas Moore的底线 他就不要做这个宣誓 最终呢 是被送上 断头台的 这里有个红标啊 送是什么意思呢 不知是荒谬 还是真的上帝 上帝之手啊 反正 上断头台的 楼梯呢 忽然间就 崩塌了 上不去 然后 然后 Thomas Moore就说 你们想办法把我送上去吧 下来 我自己下来 所以他的死呢 有些波折的 然后他的人文主义思想 对教廷 对社会呢 有很强烈的批判 重视人啊 从 这个也是为什么 改教 风起云涌 从 沙子的教士到 教王 都提出 一个批判 然后他也说 教会之上 应该还有一个 会议 可以对教皇 做一个惩罚 告诫 有一点 我需要提出来的 就是 Thomas Moore 跟 Eramus 假设不知道 Eramus是谁呢 我只告诉你 Eramus 就跟 马丁路德很熟的 他影响 马丁路德的 宗教改革的 Eramus 就写了 愚人诵 这本书 有部分人 我估计也听过 他也编写了 希腊文的 《先月信经》 那这样肯定 对马丁路德 宗教改革 有了 推波 作难的影响 这个是Thomas Moore 好 我们今天 进入霍布斯 霍布斯 霍布斯是英国人 比较 不是这么初期的 他是十分重要 我说 哪怕到今天 还是十分重要 一个政治 现代政治 哲学的奠基者 他是哲学家 天主教徒 那我们记住一点 那个时候 基本上你是基督信仰的 可能是天主教 有可能是圣宫中 圣宫会的 就是国教的 也有可能是分离的 两边我都不接受 可以是清教徒 分离的 那他是天主教徒 不过 哪怕你是哪一类型 他们都处于 同一种社会 氛围里面 就是说 清教思想 其实 渗透在社会 每一个角落 所以 每一个人 哪怕你是清教 天主教徒 你的思维里面 或多或少 都会有一些 清教 思维 他1651年 出了立伟坦 立伟坦是什么呢 立伟坦是 月博记 四十一章 两章里面 提到的一些怪兽 中文圣经的翻译 是鳄语 月博记四十章 十五节说 他你且观看 河马 其英文是 Behimo 别西摩 我照他 骨头好像铜管 体力好像 仿佛好像铁棍 然后又讲 立伟坦 一个Behimo 一个立伟坦 中文是翻译 你能用鱼钩 钓上鳄鱼吗 他好口 发出烧着的火 他鼻有烟 那种的景象 存着净粒 地上没有像他的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一个人 霍布斯 他写一本政治的书 为什么他要用立伟坦 这三个字 Liviatan 中文打下 他是写二语 一本书写二语 为什么 而且呢 有两章 都是描述 Behimo Behimo 和Liviatan 而且是上帝 是上帝讲的 整卷圣经 上帝讲话的不多 这里讲了两章 所以呢 立伟坦 这个字呢 很有深刻的意义 我只讲 我的看法 我不 我不 承 我不 我不掩饰出来了 叶伯纪 估计大家 也听过 哎呀 艺人受苦 不公义 有三个人 给他辩论 后来还有一个 年轻的 又跟他 分辨 最后 是上帝跟他 分辨 而上帝呢 好像并没有回答 好像 我说 好像并没有回答 越伯 艺人受苦的问题 仿佛呢 他就用了两章 当然他前面还有 38 39 还说 哎呀 你看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吗 你知道什么是有雨露吗 什么海怎么样吗 风怎么样吗 可是有两章 谈到 李维尔坦 和比希姆 原来 正义 是正义吗 除了是从 道德角度去看 也有人 或许也可以 用另外角度去看 就是能力 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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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扩展 这个思维 反正 能力 强大的 就是 立维尔坦 立维尔坦 所以呢 霍布斯 他讲政治论的书 他就用了 立维尔坦 他里面讲什么呢 是讲政治哲学 宗教思想 自然的权力 国家 Nation Nation 我上次宗教篇里面有说 当立马斗 他 替中国人画这个万国权余图的时候 他把欧洲呢 只是一个三个字 欧罗巴 就讲了欧洲 里面有30个 Nation 小国 或者是state 反正中文是小国 他跟今天的国家理论是稍微不一样的 等会呈现出来 国家是为了人避免灭绝 而以定立契约所形成的 国家是一部需要回复微调的人造之系 这个是立维坦一开始的立论 有两本书 有英文书 已经有中文书的 不过中文呢 还是我刚一开始讲的 主要要看你个人的观念 思维观念定在哪里 假设定错了 那可能 你理解也会错 翻译也会错 我们看看西方 替霍布斯 出版这本书的人 他们理解不理解 这个立维坦 那这个立维坦是西方的 我们看到一眼看上去 有一个人 有很多 有一框框一框框 他是什么呢 我跳一下 那我们看到 这个人扩大的时候 看到他身上是什么 是人 是人 可是每个人都是背面的 所有人 形成了 这个立维坦 这个怪物 而这个怪物呢 他守护什么 献 和宗教权杖 你的杖 你的杖 你的杆 都安慰我 反正 反正教宗拿的 就是这个权杖 就是说什么 这个王来的 你看到吗 都是人民 人民组成的 人民没有个别的 都没有看到面孔 都是备注的 形成了一个这样大的巨人 而世界上呢 就有两个相度的权利 是对比的 一个教会的 一个世间的 世间的堡垒 就好像教堂一样 我不是给大家看立维坦 所以我也只是呈现出来而已 皇冠代表教宗的冠冕 大炮 就是绝乏 这个是绝乏的标志 假设信徒给绝乏 定了绝乏 那死定了 刀枪 就好像我们的理论 教堂里面的 哎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战场 就好像宗教法庭这样 好 我们看这个图啊 那就是立维坦 立维坦呢 假设我们刚才讲是政治嘛 我们从 分析 霍布斯怎么分析的 他说 以前呢有君王制 君王 他有个朝廷 朝廷基本上就是君王了 衰逃之兵 莫非黄土 反正整个朝廷都是属于皇帝的 下面管的呢就是百姓 可是呢 可是呢 霍布斯也说 现代啊 一个Nation State 一个政治领袖 不管是王 还是总统 还是首相 他下面呢 不是下面 他跟百姓中间呢 还有一个政府 这个政府呢 可以是议会 可以是内阁 然后管制百姓 而这一种的政府 哪怕是议会 还是内阁呢 他就是一个国家权柄 就是立维坦 他就认为国家是机器 是需要研究 修正 透过赏 善 罚恶 和死亡的恐惧 来进行的 他甚至于呢 有一些比喻啊 他说 God create the world 上帝创造世界 人就create the state 人创造国家 上帝说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他说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covenant 契约 契约 而这个契约呢 是有追索性的 超越性的 是不论国家的 是可以往前推延 也就好像恩典 恩典是在你出生之前 已经有的 在你未信之前 就已经有的 所以霍布斯把他这本书呢 他定位在 我这本书是正统的 是和服道统的 和服 离西亚圣经的 好 不要太学术啊 当时的社会呢 下议院呢 英国下议院正在兴起 霍布斯他不习惯下议院 草根议员的民主政体 他认为民主政府是有确欠的 不仅在无法赢得战争啊 也无法维持社会的稳定 他对王室 他是有绝对权力 他是支持的 可是他也不接受君权神授 这个我们接受吗 君权神授 我说基督徒能接受吗 他也对教会无上的 启示权威有质疑 他很怀疑所谓的启示 启示的神圣圣 如何证明这个启示 如何知道这个人 接受启示的 是真正的渠道 所以呢 他对这一切都提出他的看法 国家就好像一个巨人又怪兽 立委坦一畔 他的身体由人民组成 他的生命源于每一个人 对一个公民社会的需求 否则的话呢 社会就会向 他们信入求生的本能 而不断的有动乱 人无论如何 不能回背 他对这个国家牵杀的 社会契约 所以刚才说了吗 in the beginning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covenant man create the state 很快说说 立委坦是在英国内战时候写的 所以霍布斯逃脱不出两个 很大争议性的政体的矛盾 阐述了他对个人社会政治 社会律法宗教的看法 他认为社会基础与政府合法性的看法 他认为人在自然状态必然会出现侵略和被侵略 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 人需要一个国家 一个政府 这个政府需要能力强大 法律要严格 自行又有力 这样才可以避免人狼性的爆发和出现 国家的权柄来源并不是神圣的启示 并不是超自然的 而是人的一种呈现 人的制度最完善的呈现 是离开君主制迈向现代国家 那就需要研究过去和现今的政权 转至未来的政权 道德法律国家的基础 不是人的当然责任 而是以自然的基础 推出这些道德法律和国家的基础 公众有道德 因为他们对死亡有恐惧 而不是什么荣耀感 好了 我们回想一下 从马基维里 君王论 到霍布斯的利维坦 都是政治哲学的一些呈现 那三本书 主宰了西方 或许是在基督教世界的一些思想 就这三本书 这三本好像不是什么 虔诚信徒写的 我多三本 不过我也不会很详细介绍 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 奥古斯丁看到 罗马帝国给哥特人 410000年 入侵 人家就说 为什么罗马帝国抵抗不了哥特 因为你们基督徒 抛弃了 台撒崇拜 抛弃了罗马的多神主义 万神殿都没了 所以奥古斯丁就写了 上帝之城 尝试理出一套完整的基督教历史观 和政治神学 它是一个毛 把重乱昏为的定下来 也是影响到今天 一方面安护当时的信徒 另一方面为后世设定一种 宗教政治的参照 不过现代的政治家 包括我们以前的 包括听说 我们毛泽东主席 也有看君王论的 第二个是加尔文 加尔文满满的基督教要议 可以描述为 新教基督教 新教理论的百科传说 里面涵盖了圣理 和教会的教条 而特别强调的上帝主权 Total sovereignty 上帝完全的主权 上帝的拣选 信徒的自由 因信称义 而在这两些基础之下 它发展延伸出政治 法律经济艺术 几乎所有社会层面 前后经过五次修订 最后这本书是呈给 呈现给法国 法兰西一世的 目的是希望 他可以网开一面 对基督徒的迫害 减少 这个是加尔文 当然它不是一种政治书 阿古斯丁那一本 也不是纯粹政治书 它里面描述上帝之国 和地上之国那种战力 最后我想大家近代的 巴特 Talbach 已经出了一套七卷 教会教义学 其实教会教义学 是它的八门宣言的 一个传面阐述 什么是八门宣言 八门宣言就是 巴特反对希特拉统治之下的 德国基督教运动 希特拉下面 基督教如何发展 如何定位 有什么运动 他发起了八门宣言 对他的 把我的立场 我的信仰 全面的阐述 那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的就是 外面 有思想的 君王论 利维塔 乌塔班 教内的 不过这个你要 细节 吸收 然后 引信出来 阿古斯丁 加尔文 巴特 所以呢 好像基督徒是 跑不出 政治的 我们不能说 证教分离 我们应当说的 证教分离 你别 你别 插手 进我这边 我也不插手 你的管制 可是 立场 应当是有的 好了 大家不介意 那个休息 我稍微推晚一点 因为内容比较多 下面呢 我就讲一些 不骚扰的了 是你们每天 都应该能面对的 我用七张钞票 来说政治 有人说 了解一个国家 捷径 就是研究 他的钞票设计 这句话 没有说错的 我们看 日币 一万元的 大家知道 这位老兄是谁吗 他是明智时代的 著名思想家 福泽 于吉 假设大家对 福泽 于吉 理解的话 你或多或少 会明白 日本 今天 在政治上的 一些取代 福泽 于吉 是谁啊 我今天当然 可能不是讲他 不过我可以 把他的一个立论 告诉大家 这样你就明白了 有听过 日本强调的错 亚入欧吗 这句话就是 福泽于吉讲的 好 我们进入正式主题啊 不好意思 第一我们看的是美元 今天我要是以美国做一个引领 一个分析 为什么呢 清教徒真正 在美国出现了一个状况 是值得我们去理解 也是回应我刚才 这个海报里面讲的 我们看看 清教徒 如何 领寻服 这个立委坦 立委坦是避免不了的 不管你是君王制 还是一个 政府 是内阁的 还是议会的 立委坦必须要有权力的 是行之有效的 君王论还没有完的 还是讲一下 要用手段 是非道德的 那清教徒如何面对这些呢 我们看看钞票 这个是美元一块钱 这个人就是华盛顿 他是带领美国独立战争 几经失败 他不是一开始就赢的 几经失败 与法国结盟 最后赢得了 Yorktown Battle of Yorktown 英军撤退 承认美国独立 华盛顿马上解散他的军队 主动解散 避免军国主义政府的出现 而他又主持这个 Philadelphia 费城的季宪会议 他不是主持 他知道自己有影响力 他只是维持这个会议的秩序 他当了两届总统之后 他拒绝再连任 他说一句话 我所做的将可能成为以后历届总统的先例 你们假设在选我做总统 美国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 有人这样说 华盛顿是第一个公民 战争中的第一人 等会我们给大家看一个图 是和平当中的第一个人 也是同胞心目中的第一个人 所以美国一元钞票 以他投向 来做标示 一元的后面写什么 有四句话 大家要只是看 in God we trust in God we trust 我不讲拉丁文的 可能我也会念错 我们信仰上帝 这个是in God we trust 为什么要写这句话 特别强调的就是 我们是依靠依附于上帝 这里呢 没有是这个国塞 那个英寒著的一个带 它里面写的 out of many one 这个拉丁文英文的意思 就是out of many one 我们是合众唯一的 这个是第一国家合众唯一的 然后呢 这边 He favoured our undertaking 有一个眼 上面有这个字 上帝护理之眼 悦纳我们所做的 最底下 New order of the age 信世代 新秩序 这个是美元一块 所标示的 下一堂 我会跟大家讲经济 里面会更详细讲 这个一元钞票 里面很多内容 假设我们都清楚 这些内容呢 我们对这个国家所注重的 坚持的 迈向的 我们都会清楚 一元 那这个 他说战争中的第一人嘛 这个是在美国纽约的 Metropolitan 大都会博物馆里面的 画出华盛顿 渡过这个 迪拉华 和的 大家看到了 冰河 华盛顿 有一个刀 然后他两个军 将军军 手握着美国旗 看到了 是太白金星 晚上 他破晓的时候 渡河 他历经失败 这一次成功了 把英军 抵抗掉 打回去 当然还没有这么快 还要很长时间 反正这个图 说出了 大家有机会去纽约 大都会博物馆 不妨看看 感受一下 当时美国人的心态 不管你是挖船的 还是资源的 还是带领的 还是迷惑的 看到有些人也是在迷惑的 怕的 我们感受一下 这个是华盛顿 一元钞票 好 第二张钞票 两块钱 虽然流通量 没有一块钱那么多 可是也是能找到 杰弗逊 他也是 开国元宣 是美国独立宣言的 起草人 独立运动 是第三任总统 他坚持共和主义 然后呢 他是创立这个民主共和党的 也应该是今天民主党的前身 当然当中有分裂 除了政治之外 他是原意建筑师 词员考古数学 测量 古生物学 作家 律师 小提琴家 John Kennedy 肯立地总统说过 我估计 杰弗逊 是最聪明的人 然后借弗逊 他是自然神论 所谓自然神论 并不是 今天 应该这样说 自然神论 他们相信创造 他们相信 秩序的制定 可是 道成肉身 有个问号 这个先打个底而已 他坚持政教分离 为了防范宗教专制腐败 他制定了 Virginia Salute of Religion's Freedom 他是美国第一修正案的 一个基础 第二个人 就是杰弗逊 两块钱背面是什么 就是这一个 独立双言的 Declare of Independent 这个图像 他说什么 就霍顺说 吴等认为 以下事实 神圣不容否认 人生而平等 独立而自主 平等而生 平等而生 并取得 无可转让之权利 包括维持生活 自由 对幸福的追求 为达到这个目的 人民之中 建立的政府 经受 治理者之同意 而司法 任何形式的 政府 若坏持 目标 人民有权 改组 和废墟之 并另立 本诸前述原则 所组织 而成之新政府 一如人民 应当以最大的努力 追求 安全 与幸福 这个独立双言 是 这个是亚当斯 第二任总统 这个呢 是杰佛顺 第三任总统 是亚当斯 邀请杰佛顺写的 后面稍微会讲一讲 杰佛顺呢 他是支持州权 限制联邦权力的 这一点很重要 支持州权 限制联邦权力 有人说 美国 哎呀 民主党 共和党 左派 右派 这个是外行 内行的 你要看州权 他行小政府 因为政府不能创造liberty 反而兼会 侵害 个人自由 强化议会权力 立法高于行政 杰佛顺 相信大众智慧 普通人能管好自己 他甚至当时啊 当然当时美国没有这么强大 他倡议了农业立国 以农业出口为主导 而进口 英国做的继承品 主导低关税 自由贸易 反对建立中央银行 让市场自由调整 政府不介入 那这个就是杰佛顺 他是被放在两块钱的正面 和他所做的 而独立宣言 放在背面 那就是美国重视的 好 五块钱 林肯 林肯是律师 16任总统 领导了美国最为惨烈的 南北战争 克服了当时道德宪政 与政治的危机 美国分裂了 有宪政危机 有政治危机 甚至是道德危机 他维护了联邦的完整 解放了所有奴隶 领导了战后的重建 与邦联 他是United States 南方的是Union 与邦联修和 他一统国家 他要做什么 他要做什么 刚才说了 战后的重整 邦联的修和 一统国家 奴隶自由了 那他命运怎么样 他是以行动 定义了共和制度 很多人讲共和 利维坦讲共和 杰弗逊也讲共和 那是道德价值的基础 而不是法制的基础 你怎么样进行共和 是以道德先行 而不是说 法律这样写的 以道德价值做基础 不过不信他 1865年遇刺身亡 人家说 他是很好的教徒 我相信也是 不过他对个人信仰 保持正末 他从来没有加入 他不是没有上教会 是没有加入 但是他频繁使用 宗教的意向和语言 他对圣经非常熟悉 他也相信神在主导历史 五块钱的正面 他曾经 在就任总统之后 他有很多宣言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因切希望 热诚的祷告 但愿这个南北战争的 重罚会很快过去 可是假使上帝要让 战争再继续下去 他相信上帝 他相信上帝转管历史 直到250年来 奴隶无偿劳动 所殖聚的财户化为乌有 也像3000年前 人所说的 被鞭吃所流的血 补偿了刀剑 所流下的血 补偿好为止 他不想战争 可是战争又要维持 他说 那我只好说 上帝的裁判 是完全正确 和公道的 我们对任何人 都不怀恶意 我们对任何人 都怀好感 上帝让我们看到 哪一边是正确的 我们坚确 站在那一边 让我们继续奋斗 完成我们正在 进行的工作 去治疗国家的畅商 去照顾艰苦 作战的战事 和他的遗伤遗孤 尽一切努力 实现并恢复 我们之间 与我们国与国之间的 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背面就是 林肯纪念堂 这个是林肯 讲了一些 一边的 我们再看看十块钱 十块钱的是 Alexander Hamilton 汉密尔顿 他不是总统 可是他也是开国元勋 他是第一任的财政部长 管钱的 所以他这边呢 还是有这个 Tresary 还是有这个 American suit 美国宪法最重要的解释 和推动者 他独立栓言之后 还是要有个宪法的 美国的宪法 是第一个成文宪法 他是美国宪法 最重要的解释 和推动者 而且他是策划 联邦制限之路的 当然他是跟 James Madison 和John K 一起 美国这么大 是联邦的 联邦怎么出现的 你大 我也大 Texas最大 那为什么要联呢 1790年 13个州都接受了宪法 美利坚和众国 最后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美利坚和众国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他与其他国父 一同缔造了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成文宪法 和第一个 现代联邦制共和国 他好像把 利维坦这个机械越做越大 他是个孤儿 可是他是受教育犹太社区 小的时候加入了长老会 晚年他回归了圣工会 他有立场的 他14岁就已经经商了 学会了商业金融贸易 这个是Hamilton 他的背面是什么 是US Treasury 美国财政部 他强力推行行政部门 中央政府 国家银行 Jeperson说不要有国家银行 可是他要有国家银行 他要有中央政府 他要强力的行政部门 国家银行就是联邦储币银行 领导商业经济 支持制造业 杰霍逊支持农业 要建立强大军队 财政方面提高信用 公共信用 健全海关 完善税收 建立中央银行 他又通过货币政策 和经济政策 干预经济 杰霍逊相信老百姓 有人民的智慧 可是他不相信大众的判断力 他要削弱周全 国家应当由精英来治理 大家看到两个方向了没有 一个是杰霍逊的周全 一个是中央 联邦 国家银行 中央政府 政策 干预 经济政策 可是这个还是美元 10块钱 我们再看看 20块钱 安德鲁杰克森 杰克森 是谁啊 很多 我估计不是美国人 可能都不知道的 外面人不知道 他是律师 是军人 将领 他是屡战 屡胜的 特别是在 Battle of New Oregon 他为美国 立下 战马功劳 获得 阿拉巴马 Georgia Florida Lusiana 一大片的土地 最初13州是很小的位置 他这样的就拿下了很大的国土 在他任内呢 还有后期主动加入的 阿坎斯 Matchikin 他是第七任总统 人家说他是华盛顿第二 武功很厉害 可是他也是个矛盾重重的评价 他是爱国者 又是叛徒 人家说他是大将领 可是他并不是像孙子这样 很多战术的 人家说他是政治家 可是他又没有定下什么 很宏观很伟大的政策 人家说他很短衰 可是他又感觉摸不着 他掩饰得很深 他是掩守 纪律的 军人肯定要守纪律 可是他又功能抗拒法律 而且是 马上就反 是民主的独裁者 民主又是独裁者 温文以雅的野蛮人 凶恶的圣人 1838年加入了长老会 他和母亲都是 虔诚的长老会信徒 人家问他为什么你要老的才加入 因为他说我要避免不必要的指控 反正大家记住这一位仁兄 他打仗很厉害就可以 有没有想过那又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把一个将军放在钞票上 后面还有一个 他后面的是什么呢 是白宫 因为他打仗厉害 立下汉马功劳 他呢 说的是矛盾的嘛 政治节学与杰弗逊 是雷同的 也是相信共和的 也相信平均地权的 也相信限制 不好意思 可是呢 平均 可是他又有一种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利 共和可是又要限制联邦的权利 强调周权 不好意思 他是强调联邦政府的权利 强调周权 限制 是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利 他是强调周权跟杰弗逊一样 来减少腐败 他精英阶层的统治权利 要转移到以政党为基础的人民手中 那就是杰弗逊民主 他相信人民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跟杰弗逊差不多 另一方面呢 很奇怪哦 他要扩大行政能力 特别是在金融奴隶土著上 他主张国家制上反对分裂 他把白宫的权利往上推高一层 所以后面 20块后面 是白宫 好了 到这个 可能更少人认识的 Ussisis Grant 尤利西斯格兰特 Grant 他是第18任总统 陆军第一上战 那上战是很少的哦 他是第一个 他也是能争贯战的 只会果断 把握战局 为美国的美末战争 南北战争 有杰出的贡献 人家说 林肯打赢了 南北战争 其实当时的将军是这一位 Grant 他是在林肯遇赐之后 成为总统的 第18任 林肯是第16任 死了之后副总统 这个Johnson Andrew Johnson 成为总统 然后就是他 不好意思 在后林肯时代 他着力重建 联邦制 就在他任内完全恢复了 你打完南北战争 有很多州不一定再重新回来 可是在他任内完全恢复 他也恢复 菲瑞原住民 也让南方的黑人 能首度变成了议会的议员 一个比较重要的 他开拓了夏威尔 进入美国的经济版图 当时还没有加入美国 可是 这个是开路 他的正直其实是挺正义的 他又曾经提出个 一个没有被接纳的修正案 什么修正案 限制公立学府 灌输宗教内容 禁止教授宗教 无神论 异教 什么宗教都不能 见解或者直截 都要禁止 给教会利益提供支柱 学校应当 向所有学子放开 不分性别 性别 辜色 出生地 宗教 这个是 Blank Amendment 这个 是不是导致今天美国的现况呢 大家不妨 往这个方向思考 记住这个也是美国的钞票 刚才说了 他是将军 一流的将军 当他跟南方对战的时候 他是欢容 对待 这个Robert Edward Lee 李将军的 他是邦连的统帅 Grant是北方的统帅 而因为他这样 safe 我用safe这个字 是旧了 因为确实 本来 Andrew Johnson 就是16任林肯总统 林肯遇刺之后 Andrew Johnson 就对南方的一些暗涌 十分老碌 甚至要把这个 Robert Edward Lee 要推上法庭审判 不过这个Grant 就救了他 这个Lee 之后 因为有这么宽容的制度 他就自己参与 美国战后的重建 也是一个教育学家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图画 值得大家去 静默下来去看 然后这个总统 Grant 他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反正50块 后面就是国会山庄 有没有留意 钞票没有 可是真正 在国会山庄 前面的 就是他的铜像 他骑马的铜像 这个是50块钱的后面 说明什么 那前面我说了吗 杰克森和他 包括华盛顿 包括林肯 都是打仗的 美国还是一个 重视能力的 特别是军事能力的 国度 这个在钞票里面 我们能看到 好了 最后一张钞票 富兰克林 一百块 富兰克林呢 是政治家 外交家 科学家 法明家 可是他也是一个行动的 出版社 印刷商 记者 作家 慈善家 当然他也是独立 酸言的 起草者 他是开国元勋 他也是独立战争的领袖 他也是参与 美国和英国 在巴黎合约的 签除者 他也是美国宪法的 哪个独立酸言 跟宪法不一样 也是美国宪法的制定者 和签订者 这个是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呢 我相信华人应该 是熟悉的 他后面是什么 就是independent hold 在这些 富兰克林 一百块后面 是独立 大厦 应该是在 菲拉德尔比 其实带领美国独立的 有七元村 就是 富兰克林 华盛顿 刚才讲的 有提过的 John Adam John K Alexander Hamilton Jefferson James Madison James Madison 莫迪顺 在纽约有 莫迪顺 广场 Jefferson Jefferson 这些七国元勋 都是带领美国独立的 而一百块 后面 就是以独立 这个独立大楼 为主 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 刚才说了 是一个行动者 我这里稍微列出他的一些 大家不妨在 笔记本 笔记里面 慢慢看 反正他是个行动者 有一个问题 富兰克林 是怎么样 练成的 他12岁 就做印刷学徒 一生 没有停止学习 省下的钱 就读书 读书 不停的阅读 17岁 离开了Boston 在纽约找不到工作 就往费城 做印刷学徒 百天上班 研究各种印刷的技术 从不浪费时间 他又组织 又分享 21岁 就建立自己的工厂 为了扩充自己人脉 认识多一点人 而提高自己的印刷技术 他就组织俱乐部 还是个串联的人 成员都是那些 想提高手艺 增强团体的商人 除此之外 他又出自买书 办了一个图书馆 以前的书很贵的 给成员住着 互相分享经验 致识 重视社交 组织力 勇于分享 他是成为他日后 活跃在政治 成为外交家 政治家的法宝 观 重点 忠于信仰和家庭 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他信奉 加尔文主义和清教思想 他跟太太终生不渝 富兰克林 可以说是清教徒的精神 和典型的代表 刚才说了 开国元勋 其中一个人是 John Adam 这里虽然他 钞票上 没有他一份 不过我还是想 把他拿出来 给大家讲一讲 因为他跟我们的清教徒 应该是关联很深的 他是开国元勋 是第二任总统 继华盛顿之后 他是独立算盐的顶梁柱 就是独立算盐 为什么会出现 是他 他是射箭群雄的 他是射箭群雄的 头号倡导者和看位者 他放开不是自己起草 这个独立算盐 而是举荐杰弗顺去祈祷 他对法国大革命 那边大洋对面 本来是很乐观 但是很谨慎 很快他就开始 谴责革命派的野蛮 他也是在他任内 避免了美国和法国开战 亚当斯他先祖是清教徒 从小就是信奉公礼中 他认为移民的成职 都要归功于宗教 他定七赏教堂 做礼拜 认为做礼拜对人的道德有帮助 他认为理性和强势要做基础 他很受清教徒影响 可是他也有人民的主义的思想 他的问题一边 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亚当 亚当斯 弗兰克林一句话就讲得很清楚 弗兰克林说过 亚当斯是真诚的 干净十足的 明智的 但有些时候 他完全失去理智 他也虚荣 暴躁 常常陷入了 无谓的 无谓的 麻烦 我们身边可能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进入一些无谓的麻烦 他预感 亚当斯会被 历史遗亡 或许是低估了他 低估是什么意思 就是其实他的 观点很对的 他怎么说的 他宪法 Our constitution was made only for a moral and religious people It is wholly inadequate to the governor of any other 一个缺少道德的社会是无法维持 这个共和制的宪法的 他认为人在根本上是罪和自私的 哪一个社会能维持共和制度的呢 他说唯有通过法律和基督教的影响 好的法律和建传的法制 好的法律和建传的制度 一定程度上能一致人的犯罪的冲动 而基督教呢 就能为人注入好的品质 这个是亚当斯第二任总统 他有这样的看法 他说我们宪法很好 可是我们需要很好的公民 亚当斯从加文主义的教义当中 学到了人彻底的堕落 他认为呢 在伊甸园之后 人类没有也不可能转变的 一端园就是堕落了 人是自私自利的 人不可能有平等的爱 然后他对绝对权利是不信任的 无论他是国王还是教王 因为人的罪信 他支持平衡宪政的共和政府 政府应该有一定被赋予的权利 可是这个权利的范围 应该在宪法里面限定 这些权利应当分于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 三权分立 而立法机关呢 立法就是国会山庄 应当有一个以上的议会 这个是亚当斯被遗亡 或许被低估的一个总统 第二任总统 好了 我们进入今天的核心中的核心 看了七张钞票 了解了三本书 七张钞票 我们再来看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我希望我们八月份 我们有一个清教之旅 我们可以仔细的品位 我们可以仔细的品位 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呢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District Columbia 华盛顿哥林比亚特区 我特别标示 1791年就已经开始使用了 是很早 并不是后期设定的 而是一开始 教父都有一些这样的看法 这样的想法 我们留意几个标示 这个是 这个是 Washington D.C. 当然我们看到核心的是 华盛顿 几练碑 北面的是 White House 南面的是 Jefferson Memorial 杰弗顺 几练堂 西面的是 林肯几练堂 东面的是 国会山庄 国会山庄后面有 最高法院和国会图书馆 我们记住这几个地方 当我们去这个地方旅游的时候 我们稍微停下来 思想 看看 泰国元勋 他是怎么样思考的 他是怎么样受清教徒的思考 来寻服 这个立委坦 这个国家机器的 这个是了看图 林肯纪念堂 华盛顿 纪念堆 白宫 国会山庄 这里看不到杰弗逊的 纪念堂 好了 我们先看中央 华盛顿 他是169尺的 他是1884年才建讨 虽然一早就迁路去 美国首都建到这边 可是华盛顿 纪念堂 是1884年才建 没钱 华盛顿 任何建筑物的高度 都不能高过他 169公尺 因为带领建立美国的华盛顿 拥有所谓太祖的地位 独居中央 这种无可质疑的 这个是华盛顿纪念堆 华盛顿纪念堆里面 有一个博物馆 他有华盛顿 所说的一句话 大家进去可以看 我不贪恋权力 但希望像这个大陆上的任何一个男人一样 带着无比的热情 共享这个化箭为离的机会 华盛顿 引用以赛亚书 二章四节 他说 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 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 他们要将刀打成篱头 把枪打成镰刀 这国不举刀攻向哪国 他们不再学习战争 将刀打成篱头 化剑为离 这个是华盛顿的思维 连我们中国人清朝 华盛顿纪念堆建成的时候 他也送了一个堆 是清国送给华盛顿纪念堆的 现在放在第十层 1998年 特林顿在北京大学的时候 他就讲这个立碑的人 华盛顿纪鱼 这个鱼所描述的内容 那就是美国核心的思想 清国的华盛鱼寻抚 他清楚 他说什么 来不见为好 不传子孙 而创为推举之法 己于天下为公 治国从让善书 无上武功 公系物之公论 我不念其他的 我只念这些红标的 说什么 就是华盛顿 不贪恋权位 不传子孙 归选举之法 己为天下为公 治国是什么 限述 不上武功 就是好的道德 清国 清国 这个治府 知道 什么是 华盛顿 大家知道 华盛顿 和康熙 是同时代的吗 两个皇帝都很厉害 康熙是带领清朝 两百多年 继业的原因 怎么样细笔呢 不是今天的内容 反正有人清楚 知道华盛顿 中国人 这个就是华盛顿纪念碑 好了 刚才说了吗 华盛顿DC 北面是白宫 纪念碑的北面是白宫 白宫就是1880年就有了 很早啊 这个是美国行政中心 是权力的中枢 留意 美国是国土民众的联邦国家 各地的分歧 和分歧和差异 是很大很大的 难以想象的 而Hamilton 刚才 20块钱的 泰国元勋Hamilton 他极力 想要为美国 创造一个绝对的权力中心 来稳固 这个国家的存在 他劝华盛顿 做皇帝 称帝 当然没有实现了 然后他的政治理念呢 就转 透过宪法 透过联邦制宪 透过权力法案 赋予白宫总统最高的 国家行政能力 而这个行政能力 又到Andrew Jackson 杰克森 到了顶峰 这个是白宫 好了 纪念碑的南面 是杰克森 杰克森是最新盖的 1943年才建 好像冥冥中 就有一些人 他的思维 印合一些理念 1943年 倡议建立 杰克森纪念堂 杰克森刚才说了 是美国独立 酸言的起草者 他是代表美国核心的理念 共和 州权 民主 自由 人权 主张中央权力的 Hamilton 没有纪念馆 他是隐藏在 白宫里面的 可是主张 州权的 刚才我说 内行 看门道 主张 州权的 杰克森 人权的 杰克森 就有一个地标 享受人民的 崇敬 看到了吗 华盛顿中间 北面白宫 南面杰克逊 一个是中央权力 联邦权力 一个是州权力 好了 在 边 东边 纪念碑的东边 就是国会山 有没有留意我标红山呢 这里去过那边的地方的人都知道 那边不是山 为什么叫国会山 他也是1800年就建的 就是说建国元勋 泰国元勋 他们都有这概念 我要有一个国会山庄 我要有一个白宫 Capital Hill 就是踩住 踩自罗马的 Capital Line Hill Capital Line Hill 是元老院 所在的地方 这个也是为什么 前任总统 Donald Trump 他说我们是继承罗马的 古罗马的公民一师 你们记得保罗很强调他 罗马公民吗 罗马的信仰虔诚 坚持 雄变 法律 制度 深深影响了美国的建立 而美国 刚才亚当斯说 立法院 最少两个议会 众议院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在南议 参议院 Senate 在北议 这个是左右两派 政治理念 不异的地方 是美国 殿堂 最高的地方 美国民意最高的殿堂 那作为权力和民意的平衡地方 国会山庄是两者之中 很较距离的 就是从杰弗顺吉恋堂和白宫 45度拉过去 就是国会山庄 国会山庄后面有什么 美国最高法院 1810年就有 美国是三权分立的 即白宫 国会山庄后 最高法院 就最重要的一环 他对联邦法院 州法院的诉讼 有最高的上述管辖权 是一切争议的最后定夺 为了保持中立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是终身任命的 现任的John Robert 他说 四个F I will judge fairly vully without favor and fear 他是保持中立 是中立的 我是公平 全面 没有偏袒 没有畏惧之下审判 美国的最高法院 记住啊 大家去看美国法院的时候 记得看他的东边 这个是西边 就是进入 就是进入这个 最高法院的 这个 这个 排头看到的 里面讲 equal justice under law 公平和正义啊 是需要在法律之下的 不是你讲的 我们公平 是在法律之下公平 人生就不是公平的 你肥 你肥我受 可是我们在法律之下是公平的 大家记得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要看另外一边的路口 里面呢 就有 从子摩西和苏伦 都是 普通法的 定律者 记住不是法律 是普通法 我稍微讲一讲 摩西大家都清楚了 颁布十届 头四届是宗教法 后六届 是民间 道德法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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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一个 当孝顺父母 他是最伟大的 律 律法 颁布者 从子也说过一句话 人家问他 人家对我不好 怎么办 我能不能 以德抱怨 就是好事 就是好心肠 对待 坏人 孔子说 你以德抱怨 那以什么来抱德呢 你用德来抱怨嘛 那人家对你好呢 那人家对你好呢 你又对他什么 所以孔子说 以德抱德 以直抱怨 以正直的方法 来对待 对你不对的 不公义的事 是个普通法的 一个呈现 苏人就是 雅典的 不谈了 所以 美国的定律 是一种行政 立法 司法 彼此独立 互相制行的 法 立法 可以管司法 也可以管到行政 这个 希望大家 在 笔记里面 只是去看 要不然剪不完 在 最高法院后面 还有三座 无书馆 就是 Tom Jefferson John Adams Medicine 那 几乎所有开国元勋 都有他的 纪念地方了 国会图书馆 是自识之门 强调自识的 而在 这个 Jeffersham Building里面 还有 古藤堡圣经的 展示 古藤堡 是真的古藤堡 是 传世的 剩下不多的 德国 印刷术 我版印刷术 印的 古藤堡圣经 好了 来到今天 最后的 大家有去过 Washington DC的 我相信大家 第一站 停下来的 必然是 林肯 记念堂 这个图 也是 游人 相对 比较多 纪念碑 西边 就是 林肯 纪念堂 它 虽然中心 是 华盛顿 纪念碑 但是 你去过 现场的 你都知道 这里才是 游人最多的 坦白话 我也 我去到那边 第一个 参观的 也是 林肯 纪念堂 为什么 人家把 林肯 纪念堂 盖得这么 雄伟 好像一个 希腊神殿 一样 而林肯 就端坐在 中间 好像一个 神 这样 受人 敬仰 我们 刚才说了 国会 山庄 元老院 元老院 互相辩论 你要中央 我要 你要联邦权 我要 周权 你要 经济 调控 我要 相信 人民 智慧 那 为什么 在 西边 出了一个 林肯 纪念堂 他不是 发动 战争的 林肯 在林肯 纪念堂 仿佛 才是 美国人 爱国 情怀的 焦点 林肯 不是 开国 元勋 可是 他在 美国 中枢 的 地方 Washington DC 有一个 独立的 纪念堂 什么原因 因为他通过战争 把民主 自由 和国家 权利 这两套 价值 John Hamilton 和Thomas Jefferson 他两个 强调的 两个 价值 和二 为一 国家不能 没有民主 自由 否则 你凭什么 要人民 流血 凭什么 要人民 奉献 国家 也不能 没有 稳定 权利 否则 你凭什么 去保护 每一个 单独的 个人 要保护 某一种 价值 有些时候 你真的要 做出 违背 这种 价值 的事情 好像很荒谬 但是 这个 就是 政治 美国人 好像 懂 这一点 不是一个 宏大的 计划 而是说 群星 闪耀 在他的 小岗位上 他可以坚持 我们 就好像 这么多 见证人 与云彩 围绕我们 在这个 林肯 纪念堂 在林肯 后面 常上 写了这句话 在这座 圣殿中 in this temple 就像 人民心中 一样 as well in the heart of the people 永远 铭记着 亚伯拉罕 林肯 for whom he saved the union the memory of Ibrahim 林肯 他拯救了 联邦 让我们最后 静下来 思考 林肯 在他就任第二届总统的时候 或许 在 他在反思 这个南北战争时候 他讲过的 很 精彩 有人说是 最 神圣的话 上主的审判 是完全正确 和公道的 我对任何人 都不怀恶意 我对任何人 都抱好感 关键是 上帝 让我看到 哪一边 是正确的 我就坚信 那正确的一边 你要知道 哪一边 是正确的 然后坚信 让我们继续 奋斗 以完成 我们正在 进行的工作 去治疗 国家的 伤 创伤 好让我们 可以照顾 艰苦 作战的战士 和他们的 遗伤遗故 尽一切的努力 实现并恢复 我们自治之间 与我们 和我们 我国 与他国 之间 公平 而持久的 和平 好 今天 分享比较长 不过我希望 可以对大家 对美国 或许 宏观一点讲 看立委坦 看清教徒 如何通过 这些 闪耀明星 巡抚 这个必须要的 立委坦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